我的天哪 你见过这种软绵绵的灯泡吗 有人把它给剪开 在里面发现了液体漂流瓶 据说还有机会抽到魔力水晶灯泡 它不但能发出五彩的光 还能把黑夜变成白铁 真的太神奇了 不是吧 这里还有这种软绵绵的灯泡 剪开以后它还会滋水的 里面才能抽到液体漂流瓶 最主要的是 还有机会发现神奇的水晶灯泡 不但能发出五彩的光 才能把黑夜变成白铁 这也太神奇了吧 好想拥有一个呀 真的吗 咱们去万能的小白铺看呢 老板 老板 这是什么呀 这报仇 老板 这个怎么卖的呀 有点贵 那是有多贵呀 你买不起呀 老板 你也太想抓我了吧 这个月的电话钱 我还能够花出去呢 谁 三十块钱一个 给你一百块不用找了 这下我全都端走了 这小灯泡好软好凶弹啊 那我搞了什么好东西啊 哎 竟然还有这么软的灯泡 据说这个灯泡眼有无法灯泡的 给你让我来找找看 老板 这灯泡怎么就和门豆腐不一样呀 也太Q弹了吧 这里面真的有宝贝吗 我来捡开一看看看 我捡 哦 真的在泡水 哦 有个蓝色的东西 打拉开 哇 这好像是一个蓝色的流沙瓶啊 里面的流沙好好看啊 这就是你说的宝藏吗 宝藏还没找着呢 再来捡一个 我捡 哦 这里就泡了这么多的水 而且紫光 它怎么变下去了呀 啥都没有 原来这个灯泡长得跟饺子皮一样呀 它会出来了一个蓝色的灯泡的流沙瓶啊 让我也来出两个吧 哦 这个灯泡好捡呀呀 不知道摔在桌子上会不会摔爆它呀 那就来试一下 不算 它竟然一点试都没有呀 这也太坚弱了吧 捡这个 哦 这嘴里下子就流沙了 里面是空的 啥都没有 再来捡一个 哎 绿色的 今天这也是漂流皮 好可爱呀 原来是小猫咪呀 给来兄弟抱一抱 回出院了好多血泡宝 别太好看了吧 就我两个对我来说了 在抽之前 小伙伴们先跟跟我一起来做一个小测试吧 你们可以用这两根手指 同时给贵贵我点赞和关注吗 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 通过我会给你们做小新铃铃铃哦 现在咱们来说最后两只小灯泡咯 觉得我能在里面找到神秘灯泡的 再来弹幕上推一波一 解开 哎 你做的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啊 这可不可以我出到的蓝色龟组织屁了 好好看呀 不过除了漂流瓶了 啥都没了 给我一支了 百度让我抽到呀 我尖 完了 又是漂流瓶啊 不过这一次啊 是紫色的漂流瓶啊 这两个都触及四个颜色了 哎 出不思维点赞的小姐 送给你们吧 哎 这么一点怎么还有东西啊 先你打开来看看 嗯 这个是 啊 水晶灯泡 这不就是能发光的那个吗 感觉长得很普通啊 感觉长得 它都可以发光了 你看 哦 这个就发光了 这什么能够也太能够了吧 对 你说它有魔力 它有什么魔力啊 它可以让黑夜变成白天了 不信 你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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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变成白天了 这就变成白天了 这也太害羞了吧 我的天哪 你吃过这种QQ弹弹 还会爆浆的羊羊糖吗 有人在里面 找到了一枚 米梅纸还小的恶魔宝盒 打开以后 竟然发现了价值万元的 千年紫水晶 真的太神奇了 不是吧 羊羊包装糖里 竟然尝尝恶魔的宝盒 打开以后 它能找到价值万元的 千年紫水晶了 就得这颗紫水晶 全都没有 我们的时间了 我得我得要呀 可是上哪儿 真的买到羊羊包装糖呢 哎 咱们去外面小妹妹们 说个听就有了 自然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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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羊羊包装糖 老板 你怎么知道我要这个 你太懂我了吧 秘阳的什么 一盒只要一块钱 这么便宜 谢谢你 这一盒我捡拿走了 这不是我最想吃的 盐盐包装糖吗 这一盒都只要一块钱的 这么便宜 那我也要去买一盒 啊 臭小妹不在 咱们赶紧把包装糖里拆了 那我找到暂时万元的钻石 真不可当分的 这些羊羊包装糖 一颗一颗颜色溜溜的好可爱啊 把他们全倒出来 咱们先来看一根 粉色的彩带小羊吧 哎呀妈呀 这有点难过呀 哎 竟然一捏就爆开了 哎 哇 这个包装糖我太香了吧 一股扑鼻而来的同流 哎 这是什么 盒子里面竟然还有一颗小鹰的 这一颗小鹰的 还是水星的呢 哎 最近没抽到宝盒呀 没事 咱还有这么多呢 慢慢抽 再来一个盘色的小羊 用力一捏 它就爆开了 哇塞 整颗糖都爆出来了 来尝一口 里面竟然有糖没掉 好好吃啊 啊 这里下竟然藏了一串葡萄 这么多小 还真是银剔头的 好好看呀 继续抽 咱俩的蓝带手套 啊 这一次是一颗小南瓜 属于蓝瓜 我还初一次见到呢 再来一只小黑羊 从下面爆开了 啊 是空的 银续抽了三个 哇 竟然全是小水果了 这里面该不会没有包盒吧 等一下 我给白石带的圈给拆了 小叉子 小叉子 这是啊 小菠萝 怎么我抽到的都是水果呀 我就不信了 再来一个小铁 捏 又是水果 这一次是一串青色的葡萄 这葡萄 一看就很帅 一来大快就把这些圈拆开 这都都满满一碗了 我都还没见到宝盒的影子呢 快 还是继续拆了 这碗都快装不下了 两下只剩我一手 还没做过两个 今天该不会找不到吧 唉 宝贝们 先跟朋友和我一起来做个小厕事吧 据说没有人能用这个手势 同时点赞和关注 诗诗 你能做到吗 谁说只用一根手指 不可以同时点赞和关注的 我就可以做到 仔细你们能看 看好了 一根手指 同时点赞和关注 耶 啊 这还不能点上 说我干嘛 你们可以做到吗 一起来看看 后后这两颗羊羊包奖讨历有没有吧 耶 嘿 空的 耶 嘿 Body Q了 还是空的 还好这些糖 我只购了一块钱 吃糖就赶 宝贝们 吃糖就赶 宝贝们 我回来了 为何就是在骗人 说什么一块钱一盒 小卖部老板 一颗就卖回一百块钱 怎么吃了这么多呀 你扯我走了 全吃了 一颗都没留给我 那我这颗 也不留给贵贵吃了 我一口把这一整颗都吃了 我看 出来了 这糖感觉挺普通的 为啥卖给我一百块钱啊 诶 这是什么呀 看得起来 不像是个小鹅子啊 这边也很有机关啊 我得打开看一下 哇 瓦水晶啊 这颗瓦水晶好傻呀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晶吧 没想到这颗爆料堂里 是长长宝贝的呀 这块不都这么贵呢 宝贝们 你们说 我花的是一百块钱值吧 听说谁让我们给我看一下新的小卖部 知道说宝贝们 给你们去看看 小卖部 我还走 还这么热吗 这小卖部也太难找了吧 算了算了 还是要继续找一找吧 诶 啊 终于找到了 十八小卖部 嗯 这老板子 总是有点奇怪呀 诶 欢迎光临 老板你太客气了 让我来看一下 我要买点什么东西 快不然 我就买这个机身弹弹球吧 老板 这个多少钱啊 诶 真的吗 这看起来的宝藏是贝壳呀 诶 诶 这有什么用啊 诶 里面有宝藏啊 还有一块钱啊 诶 不行吧 那我全要了 站住站住 现在里面有什么宝藏啊 宝贝们 你们说小卖部老板是不是疯掉了 这么多小贝壳 只为了我们一块钱 而且里面还有宝藏呢 这老板子说 咱们赶紧来看看 里面到底有啥 宝贝们 你们说这里面会不会藏着大针珠 打开 诶 这是什么 诶 怎么油炉的 哦 这个肉贝油 宝藏难道藏在肉贝油里面吗 大家看来看看 诶 里面啥都没 再来看看其他的里面有没有吧 我可以 这个也是一层油 继续 诶 一样的 这算卖部老板 你该就是骗我 不过咱也不亏 这么多油 喝喝喝十年的了 还有最后三个啊 小伙伴们快给做个我点个小木银 我这么说不定就在他们箱子里面的 先来开最右边的 嘿 呃 没有 再来开中间的 嘿 呃 里面还有珍珠呢 真的 这也太精美了吧 这来的小妹夫老板真的没有变化啊 抽一维点赞的小费 小妹小妹全送给你 明天 我还要去这个神秘的小妹夫逛一逛